今天聊什麼今天邀請的國家與國際事務專家賴岳謙 那當然來談談熱門的兩岸議題 熱門的兩岸議題是什麼 最近中國大陸除了針對台獨列出了黑名單之外 真的開始對關聯性的企業動手了 動手針對誰 針對遠東集團 那遠東集團在全中國大陸的好幾個省市 同時都因為環保 因為相關的議題被開罰了 那罰的金額都蠻高的 那為什麼選遠東 這是大家覺得很好奇的 那包括台灣這邊的反應 好像沒發生這回事 進一步還說大陸依照法律來處理相關的事務 還做後續的觀察 這跟之前那個水果被禁是完全不一樣 水果被禁了之後 整個府院黨跳起來 說這是政治操作政治打壓 那為什麼遠東事件 民進黨卻安安靜靜 那到底為什麼選遠東 賴老師先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對選遠東有好幾個因素 因為第一個遠東本身在大陸 有沒有違規 當然有違規 尤其是你要 我覺得現在目前遠東有兩個麻煩 它第一個先處理的是你違反了行政規定 例如說污染的問題 安全的問題等等 那是行政規定 可是新聞裡面有發布 他們還在處理違法的事情 所以是兩塊 違法那就是用法律來辦 就有法律有行政規定兩個處罰 那行政的規定就是罰款 那違法的這個部分裡面 當然就是刑事責任 所以刑事責任會追究到誰身上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如果刑事責任是追究到 這個集團的負責人身上的話 那這個不得了 如果是集團的負責人派去大陸的 這個例如說廠長或是總經理或是什麼 然後他們本身有賄賂 有行賄 因為目前來講大陸通過一個反賄賂法 也就是說以往他們是懲罰的是社會者 那他們的法律修正了以後 對行賄者也會施予法律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如果說他們有查出有關於違法的 這賄賂的事情的話 當然不知道了 因為目前他們只說 違法的部分還在追查 那如果說有這個行賄的這個事實 被追查出來的話 那這個是刑事責任 刑事責任那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罰款都屬於行政處罰的部分 你違反了環保的法規 你違反了什麼什麼的法規 這都還不是法律的刑事責任 那我們可以看到包括其實大家為什麼會覺得很擔心的原因是 之前中國在處理國內企業的部分 我們看到阿里 我們看到這個新東方 我們看到這些大老闆們 他以前覺得不可一世的大老闆們 紛紛都在行政的規範下面必須低頭 在法律的規範下面必須做一些改善 那有人說這是為了共同富裕 那創造一些資本去共同富裕 那台商遠東成為第一個 那當然他在中國大陸的這個事業是因為很多 那可能比較容易觸犯相關的法令法律的規範 不過像這樣子規模的台商在中國大陸還是非常的多 這個規模這麼大的 選遠東這件事情大家還是有很大的問號 因為遠東過去在台灣人的 至少在台灣人的心中跟現在所謂的台獨金主 這四個字要做連結沒有那麼直接 因為對台灣人來講比較綠的企業多的 台商裡頭偏綠背景的很多 那他選了遠東 甚至還有民進黨的這一個立委說 這個就是藍的 遠東在我們心中看起來是藍色的 所以他們選遠東 的確是讓大家覺得非常驚訝 遠東怎麼會是純藍呢 你是說搜狗案之後嗎 跟吳淑貞 不只搜狗案啊 例如說不管是跟吳淑貞的關係 吳淑貞就是追溯到最早期的陳水扁時代 也就是說民進黨還沒有站穩腳步的時候 民進黨要選舉那你需要多少錢啊 你沒有站穩腳步的民進黨 他要選舉而且要能贏 你需要多少的背後的金主 那背後的金主之一 遠東集團當然是重要的背後的金主 所以不只是陳水扁 吳淑貞的問題 還有ETC ETC也是啊 他有很多在台灣的特許行業 不管是電信水泥還有雅尼 電信水泥 然後這些是特許行業沒有錯 但是台灣的社會裡頭 基本上還是把遠東定義成 跟國民黨的關係淵源比較深 因為至少他是從上海起家的一個企業 他是兩邊壓寶嘛 那兩邊壓寶的情形下 後來我們都很清楚的看到 他跟這個民進黨的關係也很深 他跟國民黨的關係也很深 也就是藍綠通吃嘛 藍綠通吃 所以他這個集團才能夠很短的時間內 越來越強大 然後他能夠跨足到很多的特許的行業裡面 能夠跨足到很多的特許行業 那問題就在於大陸已經多次的宣佈 就是企業集團不能夠支持台獨 這個已經講的已經很多遍了 也就是你可以到大陸來賺錢 歡迎你大陸來賺錢 也歡迎你在大陸來成功 可是你不能夠在大陸賺到錢了以後 你拿著那個錢去支助台獨 去支助民進黨去搞獨立嘛 他們已經多次的再三的重生這件事 那問題就在於說 由於從來沒有祭出法則 也沒有採取這個批地的行政所 沒有動過手 對所以這些台灣的企業家來講 或是這些企業大佬 其實就是言者尊尊聽者渺渺 就是那個你講你的我做我的嘛 事實上來講 繼續在政治獻金 給這些綠營的相關的負責人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孰可忍孰不可忍 忍到一個程度以後不再忍 那當然就出手 那出手你剛剛講的 選擇這個遠東集團 那一定是遠東集團 在大陸有很多違規的事項 如果一個企業 在大陸沒有違規的事項 我要硬摘你張 那這個知識挺大 這個會讓全世界的企業 妄之卻步 也會讓台商也會妄之卻步 可是那如果你在大陸的經營中 你有違法 而且違法的很明顯 或是違規的情況很明顯 那這樣的情形下 你就處理你 就剛剛好而已 如果就蘇貞昌的話來講 那就是剛剛好而已 也就是說違規在先 處分在後 然後以盡效由 殺雞儆猴 那連帶產生的政治效益 那當然就很大 所以我覺得台商企業 如果說奉公守法的 它根本就不怕 我奉公守法 你也不會處理我 那我也不會去支柱民進黨的 那這是對於奉公守法的台資企業 它也不去支柱民進黨 或者支柱台獨的這些人 那它本身當然相容無視 可是你本身如果不奉公守法 你本身在大陸有很多的違規 甚至違法的事項 已經不再容忍了 那不再容忍 那就是要處理 處理的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元東集團一定是有違規事項在身 所以元東也沒有否認 他也沒有否認說 他被懲罰的那些項 本身是冤枉的 他不敢叫冤 他乖乖繳錢 他乖乖繳錢 那就代表他確實承認 他有很多的地方是違反行政規定 現在比較嚴重的 我剛剛前面也談到的 那就是他違法的事件 違法的事件 那如果是用刑事法來處理的話 那問題就更嚴重了 那第三個問題就在於 你元東集團 要不要跟民進黨划清界限 如果元東集團 還是不跟民進黨划清界限的話 元東集團 在大陸的企業 那相當有可能 那就全部都要結束了 因為說關就關了 以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能力 跟經濟實力來講 特別是你的這些企業的這種 生產的技術水平來說 坦白說大陸來講 隨時可以提供來 你說替代性很高了 替代性很高 你走了我這個土地 而且台商企業在大陸 通常是佔有最好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台資到大陸去發展得早 所以當時規劃的那些 經濟研區工業用地 最好的地段幾乎都被台灣人 台灣的企業 日本的韓國的企業 卡住了 那因此呢 你這些企業搬走 坦白說 對大陸來講 他一點都不會心疼 我舉個例子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美國人一直在鼓吹 美國的企業走嗎 那時候台灣還有一些 美國的企業 說日本也在安排了 美國也在安排了 結果大家都沒走 對 可是你看大陸完全不坑一聲 就是你愛走你就走 為什麼 因為當你一走的時候 你是土地要欠賣走 因為為什麼你是 或者是臨時要走 對大陸來講的話 你這麼好的經濟母 我就是要你的土地嘛 你搬到越南去以後 我就把你買回來了嘛 所以你看現在那些 移到越南跟印度的企業 他們要再回來喔 我們現在看到好多的 他們美國的企業 他們要再回中國大陸的時候 找不到地了 為什麼 因為他永遠找不到這麼好的地了 那他只能夠在更不好的地方 去用更多的錢去買 那你想台資企業 有誰願意測 你一測 你的那些經濟母 那些最好的地 就讓出來 那大陸就是田了 為什麼 那些都不是高技術產業的東西 台灣高技術產業的東西 絕大部分還是在台灣本島 在大陸基本上都不是 高技術產業的東西 所以它基本上 可被替代性太高了 所以現在測出去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未來真的想要回來的時候 可能回不來 而且是可能很高的成本才有機會回來 不過這如果純粹只是一個商業 或者是產業佈局的問題的話 那就非常的單純 那這件事情特別敏感的是 在開罰之後 我們看到國台辦也立刻開記者會 那這中間的關聯性 這個根本不是暗示 根本就是民視 就是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 不能夠吃飯砸鍋 你不能在這裡賺錢 然後又要砸鍋 那指的是 知不支持台獨的這個議題 那你剛才我講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關鍵字 就是藍綠通吃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台灣的企業裡頭 大家都知道藍綠都押寶 因為我們的監察院 是有公佈所有的政治獻金的 那所有的政治獻金會告訴你 這個企業它捐給的民進黨 政治人物多少錢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多少錢 時代電量的政治人物多少錢 激進黨的政治人物多少錢 激進黨的政治人物多少錢 這些是公開透明的政治獻金 那台面上都已經看得到 從台面上看得到這個政治獻金的表格 就可以知道誰藍綠通吃 所以這是一個有公開標準的事情 這個其實是小錢 這個是小錢 所以其實不是這麼小的錢 那可是未來這麼小的錢 還是會企業會去避免 就是說我如果在這個表格上面 出現了藍綠通吃的一個政治獻金的安排 因為對企業來講 安排這個安排是壓寶 這是讓企業安全 因為我怎麼知道誰選舉會贏 那萬一你贏的話我也有捐 他贏的話我也有捐 這樣子最安全 所以對企業來講 他只是買一個企業保險 但是現在被賦予了政治意涵 就是說你這是在支持台獨 你捐政治現金給綠營的政治人物 這是支持台獨 那你覺得企業在這個件事情上面 會真的從此兼幣親也 不敢再捐錢給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嗎 我覺得他會看這個大陸的情報系統的收集能力 這是公開資訊 這個不可能情報系統沒有辦法收集 我的意思是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在台灣觀察政治 甚至也參與過政治的人 我們都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台面上的金額是小錢 真正的大錢是我端的現金到你家去 就是好幾個行李箱那種 對 那個才是真正的現金 那也就是說 其實當初台灣訂出這個現金法的時候 是玩假的 是玩給台灣的民眾看 大家都知道 這是假陽光法案 那是假陽光法案 因為那是玩給台灣的民眾看 為什麼因為台灣的民眾都覺得說 你怎麼會有人說自己掏腰包 然後說我要為民服務 花了幾十個億 然後要為民服務 然後當選了以後 拿的那個薪水也不過就是幾十個萬 那每個月幾十個萬 我卻花了幾十個億 然後我要一心一億為人民服務 大家都知道 鬼了 鬼才相信 蠢蛋才會相信 沒有人會相信 人類有這麼一個 這麼崇高神聖的人 傾家蕩產房子拿去賣 房子拿去抵押 他就為了一個選舉 然後選舉以後 拿的薪水一年年薪 也不夠就是三十百萬 結果呢 卻投下去幾十個億 或是好幾個億 沒有人會相信這個鬼話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台灣人的最大的特點就在於 那當然要假聖人吧 要偽善 那偽善該怎麼玩呢 這些政治人物就開始演他是假聖人 就搞了一個假的陽光法案 假的陽光法案 大家都知道到今天為止 真正的帳也查得不清不楚 財產來源不明罪 也從來不敢立法 你就可以知道 對於貪官污吏是中容到什麼程度 你怎麼可能當一個立委 當了幾年以後 你的財產增加那麼多 你還不用說明你的財產突然間增加那麼多 是從哪裡來的 都不用說明這個叫做假陽光法案 那假陽光法案大家也就糊弄過去了 因為我們台灣這個地方的民眾 的特點就是跟你糊弄就好了 然後我們也就是當駝鳥 反正你能夠騙我就騙了 那反正你擺明了騙我就讓你騙 那所以假陽光法案就出來了 因此財產來源不明罪到今天為止不敢立法 永遠不敢立法 世世代代也不會立法 所以就世世代代縱容這些 繼續貪污 而且是上下一片貪 公務人員或是選舉人員 不管是議員立委 是個縣市首長跟政府首長 只要選出來的就是想辦法貪錢 所以他的財產會暴增很多 但是你永遠不知道那個錢怎麼來 這不管這是一回事 第二個政治就是現金 政治現金就是漂白法案 就是說我真的有收政治現金 我都是拿政治現金來選 大家都知道鬼 從來沒有這回事了 你政治現金幾千萬 可是你明明白白那個幾個招牌 就要幾千萬 你那個廣告這樣一打就是上億 你怎麼可能那個政治現金 那個幾千萬 就能夠滿足你的廣告 那不可能的是 那那個錢哪裡來 那個錢才是真正的錢 然後每個候選人選完了以後 去報的他的那個選舉的 那個都是假的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他是假的 你就大家都在演就對了 每個人都在演 老百姓也在演 看的人也在演 台上的人也在演 然後政府機關也在演 監察院也在演 全部都在演 大家都在演一場貪污的大戲 好那 所以真正的錢是哪裡 企業家 半夜的 到你家去 這一袋就是現金 你查也查不到 一袋一袋的錢 就再給你送進去 表明我對你的支持 所以我才會說 那要看大陸的情報能力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當大陸做這個動作以後 了不起就是這些企業 綠營的 那個 企業捐款項中少了很多 因為明的沒有了 你說這個明的會受到影響 明的會受到影響 那暗的呢 暗的會不會受到影響 暗的那就是看情報能力了 情報能力查得越深的話 那暗的就真正有影響 暗才是真正對於綠營的政治人物有影響 因為當暗的錢不敢給的時候 那你想想看那些綠營的政治人物沒有錢 就真的斷炊了 那斷炊他怎麼選啊 台灣的隨便的選舉就是上千萬啊 一個縣市首長選舉就六個億 那如果這樣的話這一招是打中要害囉 不一定啊 是這個意思嗎 不一定啊 你要看你的情報到底 你如果真的能夠查到他暗中 例如說假設我這個企業啦 我假設我遠東集團 那我已經第一個被宰了嘛 我第一個被砍 可是遠東集團可能在這個明的裡頭 就是所謂的監察院的政治獻金裡頭 不算是捐給民進黨政治人物最多錢的企業 他一定不是嘛 那他只是藍綠壓寶 那基本上可能還是比較偏藍一點 那在這樣的狀況上你選他 代表說你是有私下的情報管道 知道他暗的給很多嗎 我不知道啊 這個我也不能跟你說 我說是不是如果照這個邏輯上面來推論 是這意思嗎 但是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要有證據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但是我的意思是在於說 其實打遠東集團有幾個 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他 我再強調他一定是違法在先 違法行政規定在先 企業一定會有相關的環保問題 那甚至他連員工健康管理問題 都算是罰款的 是 所以這個一定是有違法規定 所以他一定是有違法行政規定在裡面 這第一個 所以他自己也承認 錢也繳了 所以他等於是認了 這第一個 但是第二個 就是他本身 這個給綠營的 檯面下的有沒有 我想徐熙東最清楚 檯面下有沒有 這只有你知我知 對就你知我知 現在居然有一個第三方知道了嗎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因為他是外省人 跟他的省籍有關係 你外省人的話 民進黨怎麼會去挺外省人 所以打了之後 民進黨不會全力支援他 他怎麼去挺外省人 如果你今天打的是本省人 民進黨那一定是叫天叫地啊 然後說這是對台灣人的欺負啊 然後是怎麼樣 可是因為徐熙東是上海 他們家族是從上海綁織起家的嘛 那是從上海來的話 那你這外省人你怎麼打 你民進黨怎麼去護著外省人 民進黨恨外省人 恨得可以了吧 所以他要挺也不是 不挺也不是 他不挺的話 很有可能他們未來的這個選舉的金流會斷摧啊 不一定啊 所以我才會說他可以化名為案啊 例如說我原東 假設我原東集團啊 那我徐熙東不要捐 但是我很多幹部 他們本身就拿了錢一袋一袋送進去了 假設我就假設假設假設 就一袋一袋又送進去了 那所以要看你大陸的情報 那個蒐集能力有多強嘛 那也就是說這是第一個 可是我倒覺得真正的後面應該還有很多手段 這不會這是第一步而已 我覺得這是第一步 因為真正的手段是要仿照美國對於伊朗的手段 美國對於伊朗怎麼做 美國當初把伊朗作為一個限制性的一個制裁的一個國家嘛 對不對 他制裁伊朗 所以呢 你任何國家跟伊朗來往的話 他都要去制裁 華為應該就是踩著這個紅線 對 所以孟晚舟被擠壓了那麼久 就是因為質疑她曾經把東西賣給伊朗 是 那美國對伊朗的方法 包括盟國在裡面喔 也告訴你德國法國英國等你所有的盟國 你如果你的企業繼續跟伊朗做生意的話 我就要去制裁你 當時德國法國的政府總統 說你這個是常備管轄 單邊制裁 沒有經過聯合國同意 我否認 我不承認 我也不接受 然後因此 德國法國他鼓勵他的企業 例如說這個法國的石油公司 他就鼓勵他的企業 還有荷蘭的石油公司 那都是國際間大企業公司啊 他就鼓勵他的石油公司 或是他的機器機械製造業說 繼續跟伊朗做生意 沒有人敢啊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怕就像孟晚舟家被抓起來啊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美國 就是說你做生意看看 你做的話 你誰 你法國的或是德國的哪一家企業 在跟伊朗做生意的話 你那家企業在美國的資產我就給你凍結 然後你那家企業 不能夠跟美國的任何企業有任何來往 所以他就通令美國的企業 不能夠跟法國的那一家 或是德國的那一家企業 有任何經濟的貿易的商業上的來往 那你想想看你法國或者德國有多少企業 是經過每個商銀行 例如說花旗啦 或者是經過美國的銀行 或是經過美國的這個 例如說是線上支付啦 或者是亞馬遜啊等等的這些 都全部都被被斷了 那被斷了以後法國政府抗議 然後那個企業老闆說 你幫我你做點事吧 那法國政府也抗議但無效 那因此呢 沒有一家企業就敢跟伊朗做生意了 只剩下中國大陸敢跟伊朗做生意 而美國而澳洲的沒有一個國家敢跟伊朗 因為中國大陸的態度就是 你弄我我就弄你嘛 所以當加拿大抓到孟晚舟了以後 大陸當然就抓了幾個間諜在裡面 為什麼美國到最後要把這個孟晚舟放出來 因為那是最後一天 加拿大的法院被迫 因為他的整個審訊期已經太長了 不能夠再拖了 那是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這個法官要判決 移送或是不移送 可是如果加拿大的法院判決移送 那兩個人你別想放出來了 那一旦孟晚舟被送到美國去的話 美國在中國大陸的情報員有幾十個 甚至上百個可能會被抓 我認為一定有這個訊息給大陸 給美國 說你移送看看 移送那就是幾百個 或是幾十個你的間諜被抓 這個間諜被抓的話 那是扣在那個地方 你美國怎麼處理 你打你要打仗嗎 不敢打那怎麼辦 美國的司法部自己中斷孟晚舟的這個 就給自己找一個臉說 沒有證據 然後就回去了 你也不要 你至少你半年不要再說話了 不要半年 半年就好 讓大家忘了這件事 然後孟晚舟就回來 那加拿大兩個人就回去了 你就可以知道 美國一點辦法都沒有 因為中國大陸來講就是 你制裁我就制裁你 我有法寶 我的工具箱跟你一樣多 我的工具箱沒有你那麼少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美國對中國大陸就一點辦法沒有 所以中國大陸才會跟 伊朗簽了25年的協定 幾千億美元 你想想看美國一點辦法沒有 也就是說 伊朗你所缺的我全部給你 四千多億人 25年 然後你石油就一直送過來 基礎設施就一直送過去 你美國一點制裁的能力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制裁我就制裁你 你制裁我哪家公司 我就制裁人家公司 你制裁我哪家銀行 我就制裁你哪家銀行 美國就一點一皮條都沒有 所以它只能夠修理 比它弱的國家 像法國德國它的盟國 可是就中國大陸 它就一點辦法沒有 好那我問你 如果大陸今天 要對於這些企業支持台獨的企業 真正有力量的 其實就是伊朗的模式 那個才是真的有力量 因為一旦啟動伊朗的模式了以後 那你台灣的企業 任何支柱 任何支柱台獨的 大陸宣布 不能夠跟大陸的任何企業來往 那這個時候你想 要關門大吉了 那就是關門大吉 那要不就是 那這些企業它的態度很簡單 我不支持你 我要做生意 這個就好像德國法國一樣了 就是要這些企業自己選邊站 你自己想清楚 對我覺得那個才是真正的殺手劍 如果我是中國大陸的話 你覺得下一部分有可能會做到這個程度 沒有我覺得那是到殺手劍 就是到了非常的 兩邊已經到 已經不可開交了 沒有轉圜的餘地了 沒有轉圜的餘地的時候 我就這個殺手劍就出來 這個殺手劍一出來 你想想看 台灣賣給大陸東西的這些企業 你要不要選邊站 我講的是台灣賣給大陸的 從大陸進口的這些企業 要不要選邊站 不是指到台商的企業 就是不是指到大陸去投資的 設廠的那些台式企業 我講的是 你在台灣跟大陸有做生意的企業 那你只要支柱民進黨的 我都不能夠跟你來往 就是美國制裁伊朗模式的無限擴大 照這樣子的一個邏輯概念 框架去設計的話 就美國怎麼制裁伊朗 然後呢 中國大陸就會怎麼制裁民進黨 假設說這是一個對照的話 那對跟民進黨有密切關係 所謂的關聯性的企業 可能都會遭到美國制裁伊朗 那樣子一個強度的制裁 那你美國也不能抗議啊 因為大陸就是說你也是這樣說 所以美國也不能抗議 然後你民進黨也不能抗議啊 因為大陸可以說 當初美國制裁他們的時候 這個法國企業德國企業受影響 你也沒抗議啊 所以你都沒有抗議啊 你也都沒有反對啊 那因此呢 我也開始實施常備管轄 而且我還不是常備管轄了 因為對大陸來說的話 台灣是他的一個部分嘛 那他還 這個還是國內的 他說他這是他的國內事務 對他是國內事務 還不准你外國人干涉 所以我覺得 一旦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台灣的企業 他就被迫必須要做一個選擇 那當他要做選擇的時候 那如果說民進黨說 你如果不支持我的話 我就要修理你 那台式企業乾脆去跳河自殺算 的確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因為呢 雖然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這一個政府的反應 就是非常非常的低調 那除了譴責個兩句之外 唯一講的最強硬的是陸委會說 我們不排除會有制裁措施 那說我們要反制制裁這件事情 好像之前從農產品就說要制裁 到現在也不知道怎麼制裁 所以要去WTO告 好像後來也沒去 那現在說要制裁 台灣有任何的這一個武器可以制裁 中國大陸針對要求台商企業 選邊站這件事情嗎 你一年賺人家 賺大陸一千多億美元 以前是七八百億 去年他們還很高興地說 一千多億了 賺人家那麼多 增加了 今年又增加了 每年都在增加 對啊 那你從大陸賺了一千多億美元 然後你的外衛存體也不夠就幾百億 那是代表我們已經大量的對日本 對於歐洲已經大量的貿易逆差了 對東南亞的貿易順差也不多了 然後只剩下美國的一百多億一點點 不到一百多億 所以台灣是一個 已經對於很多國家都出現很嚴重的貿易逆差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你只要斷掉跟中國大陸的這個貿易順差 你每一年你的貿易的逆差就是六七百億 你的外衛存體能用幾年 十年不到 外衛存體耗光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台灣的企業倒一片 不可能的是 那你民進黨拿出什麼制裁 然後難道你民進黨說 你遠東集團一定要給我政治獻金喔 你如果沒有給我政治獻金的話 我就要懲罰你 可以這樣嗎 他不是制裁遠東集團 他要制裁中國大陸 那他用什麼方法來制裁中國大陸 我現在就是想不出來的時候 我想請問一下 國家與國際事務專家 有沒有比較多一點的 他制裁大陸在台灣的企業嗎 制裁大陸在台灣 那是不是要把中國銀行 人民銀行 中國銀行 已經制裁都差不多了吧 是不是要趕走 愛奇藝也都走了 已經制裁的差不多了 還有什麼工具 對啊 那他就再想想 那不准這個台灣人去大陸 斷航嗎 這是斷航的意思嗎 那你不准台灣人去大陸的話 那你試看看 不准大陸人來台灣 他現在有讓大陸人來台灣 現在是因為疫情啊 疫情之後 還是不讓你大陸人來台灣 大陸人不來源 會影響到他們整個總體國立的發展嗎 所以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方法制裁啊 這個要看邱帶山 邱帶山的這張嘴很厲害 我們要怎麼制裁 這個倒是大家可以好好來思考 如果真的我們要制裁中國大陸的話 你制裁我在反制裁 我就跟你講 那就是擴大了 那到最後那就是 升高對立不斷的升高 最後就只剩下一條路 那台商到最後被逼選擇 就是說你 你要不在台灣 要不就在大陸 然後這個時候怎麼辦 最後台灣的很多的廠商 我敢保證啊 有競爭力的廠商 他連根都搬走 那留在台灣的大部分就是沒有很強大競爭力 保證 所以呢如果中國大陸繼續加強強化所謂的這一波 叫做制裁好了 叫做制裁行動的話 從這個台獨的頑固分子清單開始 接下來呢 這個藍綠通吃的企業告訴你 你要劃清界線選邊站 然後接下來更擴大規模 從這個路線去做 因為國台辦也說 這頑固台獨分子清單 不會是只有這三個啊 那不是有一些人說 怎麼沒有被列入很遺憾 他是說不會讓他們遺憾太久 就是說呢 接下來可能會陸陸續續的宣布 那所以陸陸續續的宣布 更多的台獨頑固分子的清單 然後也會陸陸續續的制裁更多的這一個台商 那像台灣有些財經專家 像謝金河就說 那這樣子其實對台灣是好的 因為這些被制裁的台商 被點名的台商 那他就只好選擇回流台灣 那最近呢 台商回流台灣的投資不斷的成長 那未來呢 這些人陸陸續續的被迫 還是要回來的話 那台灣經濟會一飛沖天 鬼話 這個他的話你還信 我不是說有財經專家這樣子分析 我不是說這是一個可能發生的趨勢嗎 不可能嘛 美國五百里大都要到大陸去 全世界五百里大都要到大陸去投資了 那台灣有幾家是全世界五百大 沒幾家 這第一個 我強調全世界五百大都要到大陸去投資 中國大陸現在 中國大陸的國民的總資產額 超過美國國民的總資產額 這個已經被評鑑出來 也就是說 大陸的 中國的人民比美國人民更有錢 所以大陸已經是一個最大的消費市場 而且大陸本身 它除了出口以外 它本身也希望是一個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 所以它不只是一個最強的出口國 它也要成為一個最強的進口國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你台灣要自決於中國大陸不跟它做生意 不可能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要問的問題就在於 你台資企業有多少企業是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 而且有跟中國大陸一刀切 切得乾淨還能夠活下去的 有競爭力的產業有幾家能夠養活多少人 第三個就是台灣的人力供應 這些人能夠滿足嗎 他講說什麼台資回來 坦白說台資台氣回台灣 到今天為止有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嗎 如果他們今天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 我敢跟你保證 我們的民間的工資早就漲翻了 為什麼我們民間的工資沒有漲翻 沒有供需還是出現不平衡的現象嗎 意思也就是供給量沒有供給量繼續這樣 可是需求量沒有增大嘛 需求量沒有增大 所以就沒有造成的供需上的一種緊張 因此你的薪資水平就沒有真正的往上貼嘛 那可是你很明顯的看到這一兩年以來 台灣的房地產漲翻前 那換言之也就是 台商企業回到台灣來其實是買房地產 它並不是在投資 不是投資 不是建廠房 不是建廠房 因為你電不夠 你地不夠 你水不穩定 你工人 誰當工人 你台灣人 現在誰願意到工廠去上班 所以你要的一定是高科技的 高科技的現在找不到人嗎 因為台灣的學生學高科技的很多又走了嘛 我舉個例子了 這個私底下講了 不對 因為今天講也是公開的 公開講 像我兒子 他是學高科技的嘛 那他是學AI 學得還不錯 也都是非常好的 在台灣都是非常好的學校 台積電 多次的一直要他去 而且我兒子就已經在面試的時候 庫國神山為什麼還不去 你怎麼可以去台積電 不想變成爆肝工程師 對 你絕對不能夠 不能夠選擇這個行業的 我跟我兒子在這方面交換了很久的意見 就是說 你不能夠隨便選擇這個行業的 因為你走出這個行業以後 你很難再發展出去的 這是一個爆肝的 而且是一個坦白說 不是一個非常適合人發展的生活工作 應該用機器人來取代工作 應該因為他的那個工作的性質就是這樣 好 那我講的概念就是說 你想想看 缺工缺成這個樣子 我講的是高工程師工科背景 缺工缺成這個樣子 這是第一個 那一般呢 一般的企業就是技術含量沒有那麼高的 的企業有幾家回來 而且他有幾家有競爭力 在台灣土地成本那麼高 人找不到人 那他有幾家 沒有幾家 所以我所了解的是很多的台商 是我這一年代的台商 就是我這個世代的人 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到大陸去 那現在成功了吧 可是他的孩子不願意接 然後他也不想再做了 因為他年紀大了 然後也確實賺了一大筆錢 因為連土地都賺了一大筆錢 很多就收一收 或是交給他們的幹部 他就回來了 他把一筆錢帶回來 帶回來以後就買房子 那因為有錢了 當然買豪宅嘛 一旦買豪宅 那整個房地產就飆漲 就帶動著旁邊的全部都上來 所以從今年五月開始漲翻天 漲翻天嘛 就是他們回來就滿了 因為他要退休了 然後他孩子不願意接嘛 那他孩子已經過好日子過慣了 他為什麼要做他爸爸的那個苦日子 他爸爸是從白手到大陸去創業 然後建立一個本來是一個消息的教工廠 然後到最後變成一個企業規模的 有幾百個甚至上千個員工 我講的都是中小型企業 那他本身這些老闆 已經好幾個億的身價了 他不想做了 然後兒子也女兒也不接 他就回來 那回來的話你想想看 所以我說很多人在台灣 要看資料 要看數據 就鬼扯一堆 然後台灣人就被糊弄 糊弄完了以後 就以為真的是這樣 怎麼可能 我們再講一個 外資現在有多少企業撤走 花旗為什麼要走 有多少大的外資企業陸陸續續的 像加勒福為什麼要走 目前傳出他想賣掉嗎 也就是說為什麼歐洲的 美國的這些大企業 逐步的逐步的都在撤離台灣 而且是低調的偷偷的 因為台灣危險 台灣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你缺工缺人缺地缺電 然後空氣污染的越來越嚴重 你 好不過這個兩岸的這個投資環境 當然有人很樂觀的看 像謝金河說 那正好中國大陸製裁了台商之後 那些台商就可以回來台灣 壯大台灣 那對中國大陸的這個經濟的 西方的分析也有這樣說 就是說在這場疫情之後 其實全世界的生產鏈供應鏈 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那蔡英文也常常喊說 我們要在全球的這個供應鏈 調整的過程當中 佔得一個有利的位置 那所謂全球供應鏈的調整 是說大家現在沒有那麼再依賴 中國大陸這個生產基地 所以你剛才所講的 這個歐美啊日本啊 說要把生產基地 側移中國大陸這個趨勢正在發生 那是在疫情之後 因為整個世界的經濟發生了變化 特別是中美的衝突 看起來沒有要降溫的 這個趨勢的狀態之下 那這有可能會是未來發展的路徑嗎 怎麼可能 你叫美國人到財經鏈去工作看看 他沒辦法 然後你叫美國人到工廠去工作看看 他們都想從事服務業 因為沒有人要去工廠 所以所謂的供應鏈 供應鏈就是工廠了啦 就是工廠嘛 對供應鏈不是餐廳好不好 不是飯店 對嘛不是金融操作 不是律師 然後不是那些 那個雅虎那邊玩玩玩 好愉快的 不是比特幣以太幣在那裡 對不是在那邊挖礦 挖了半天嘛 不是那個嘛 他是工廠要實實在在的 把這個東西要做出來的 這個做出來 你就必須要有這些工程師科學家 他不斷的在研究 然後還要有工人他本身 還要有人能夠去操作那個機器 而且那個機器本身也是一種生產製造 也是另外 可是你想想看 你看這一些裡面 我們看看在歐美的國家 我舉簡單的例子 這是完全是從這個 國際上的資訊來的 歐美的國家包括日本在內 所以日本今天為什麼會衰敗成這個樣子 歐美的國家裡面最頂尖的 我們講的最頂尖的 這個百分之一的學生裡面 這個最頂尖的百分之一的學生中 有七成的人是學法跟商 就是秀麗的背景 白領白領 純白領 金領白領 因為這麼聰明的學生 他學法律 學商 他很快就上手 為什麼 因為他本身有很好的數學跟語文的能力 跟基礎 記憶力又理解力又強 所以他很短的時間內 他法律就學得很精通 他商業的這個操作技巧就很精通 所以他很短的時間就可以賺大錢 因此這個最聰明的這個百分之一的學生 七成人去學這個 就三成人學理工 我這個是有科學數據的 三成人學理工 你說這是歐美的數據嗎 歐美的還日本 可是中國大陸剛好 那台灣應該就是大家學EVA 沒有 中國大陸剛好顛倒過來 中國大陸是三成人學法商 七成人學理工 那你想想看大陸的基礎大 大陸的大學生一年畢業的七八百萬人 所以他們的科技力才有辦法這樣子迅速的增加 增加到連美國都擔心要被操控 但是你說你的工廠你搬回到美國你找誰來做 你搬回到歐洲你找誰來做 搬不走的啦 而且我們在亞洲的國家裡面 尤其是新興發展中的亞洲國家 這些最聰明的學生 還是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學理工 他不會學法商 因為他的國家的環境跟條件不適合他學法 為什麼 因為法通常都是這個當法如汗牛衝動 多如牛毛的時候呢 這些那個這個時候你就發現那個 像美國的法規多到那個像天一樣高的形象 你就可以知道學法就有空間了 而且每個法都很專 每個人就是專他那一部分 可是你一般的發展中的國家 他的法不會複雜到這個程度 那因此他的法都是簡單易行的 你想想看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一般來說發展中的國家的學生 他們短時間內要發達致富 就是學功課學理科 因此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 他的優秀的學生會走功課 好 那其實在台灣過去也是如此 台灣在我那個年代的時候 最優秀的學生 例如說你不管你到這個建宗 或是到台中一中 彰化高中等 高雄南一中 你看他的大部分學功課的學生 例如說十個班裡面有七個班 是學自然組的 就有三個班是學文組的 那原因在哪裡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現實 可是問題就在於 當你歐美的這些國家 它本身已經沒有這麼強大的工業製造能量的時候 你這些工廠供應鏈怎麼回去 除非你把門打開 歡迎外國的移民 那外國的移民中 以印度跟中國大陸是占最大宗 可是以中國大陸現在本身反過來是吸引他的留學生都回流了 所以海歸派都回來了 都已經不再想留在外國了 那你只能吸引到印度人 那美國吸引最多嗎 那你說印度人他怎麼可能會願意選擇到你日本 然後選擇到你去德國法國 他可以在英國跟美國工作 因為以文通 可是他沒有辦法到法國德國工作 所以我才會說什麼全球供應鏈都回流 那是鬼扯那個很現實的問題 從人才培養發展的過程來看 它的難度非常高 因為沒有人沒有這些學生他願意走工 因為太苦了 學工的過程就是一個辛苦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事實 那因為它更難 他需要的數學含量更高 邏輯力更高 而且他本身對於這些學生的人格素質要求更嚴 那你想想看 我們都想去海邊玩 然後泡泡煮煮咖啡 每個人都想開咖啡店 對啊 在台灣的調查 年輕人都想開咖啡店 開一個小咖啡店 兩個人 兩個情侶 然後開一個小咖啡店 然後很有人文素養的經營 空間弄得很漂亮 氛圍弄得很漂亮 煮兩杯咖啡 技術含量不高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我這個兩口這樣的小確幸 或者是如果有一點錢 就弄個小民宿 然後經營的 然後小民宿建咖啡店 然後經營的很開心就好 這個就是服務業 它不是生產製造業 所以你說生產製造業 要回到自己的國家裡面 日本 我就講日本好了 安倍晉三在內的時候 他鼓勵他的在中國大陸的日本企業 回到日本去 所有的拆遷搬遷的費用 日本政府全部買單 我再補貼給你錢 你猜日本人有沒有回去 幾家而已 絕大部分 九成還是留在中國大陸 現在又陸陸續續的 更多的又搬回去了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無可取代性的 沒有辦法 對面對現實來看 其實接下來的 拜登所主導的這場民主峰會 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邀請了台灣 但是中國俄羅斯 越南這些共產國家沒有被邀請 邀請了台灣 如果是蔡英文總統受邀的話 中美之前他們的視訊會議 當中營造出來的良好會談的氣氛 是不是又要全部重來 拜登現在到底是怎麼樣在看待 跟中國之間的打交道 這個民主峰會會變成一個笑話 因為兩邊已經講好 就是不再搞冷戰的2.0 那已經有兩個已經講好 不再搞冷戰2.0 那不再搞冷戰2.0的時候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峰會 開出來的目的 是為了反中 那這個就是你這個總統 還有俄羅斯啊 對那你這個總統就私信於人 所以你就不能夠講你是要反中 所以你不能講你是要反中 那你就要反沒有參加的人 現在沒有參加就是中俄兩個指標性國家 新加坡也沒有啊 新加坡也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在於說 當你就是當你拜登 你不敢說我開這個民主峰會 是為了反中的時候 那你開這個民主峰會 那就是要反沒有參加的國家的人 對不對 我這樣講是合理嘛 那也就是說 所有沒有參加的國家 就是你要反的對象 那你知道多少敵人 就他來看的話 他可能其實最標註性的還是中國大陸 他本來就是想反中嘛 但是當習近平出這一首的時候 因為他看準你拜登就是想跟我談嘛 那好啦 那我們就來談嘛 來談的時候呢 那習近平就把中美的框架先把你框出來嘛 那框出來的時候呢 他習近平的 習近平是談判 坦白說那個才是真正的高手啦 就是你看起來講的都是違言大意 違言大意 所以你無可反駁嘛 我們兩邊要好 對等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贏 地球村 合作 這個坦白說放置四海皆準的一個道理 很合理 你無可反駁 如果你美國拜登說 我就是不跟你對等相待 我就是不尊重你 我就是要跟你幹到底 那你拜登在全世界被罵透了 違反普世價值 對 違反普世價值 所以你拜登只能夠同意嘛 就是我同意 我同意 我同意 我同意以後 兩國元首高度共識 要相互尊重 不搞冷戰2.0 然後呢 是合作共贏 然後我們本身要互利共生 大國要大國的擔當 這都是你同意的 所以中美兩國元首 有這麼一個人類普世價值的高度的共識 你美國如果再違反的話 我就可以攻擊你了嘛 好 那你美國自己跳出來說 我就是要反中 那你美國就被全世界公干 因為你這個國家的元首 說一套做一套 你明明已經達成了這個共識 你現在竟然反你不認人 所以他就變成不能夠開一個反中的大會 那不能開反中大會 那這個大會變成開什麼呢 開反沒有參加的人的大會 所以他沒有邀請 所以呢 照賴教授的分析 就是說這個大會 這個民主峰會 就是之前這個浩浩蕩蕩說要反中的一個民主峰會 現在就會曹操了事 因為在之前有一個中美之間拜習會 所以現在就是曹操了事迅速收場 就結束了嗎 不是 我覺得開完了以後變成一場醜劇嘛 就小丑的舞會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是中方的話 我可以一直問 你是反中還是不是反中 你是反所有的不來 沒有邀請的人 你都要反喔 我就一直在這方面做文章嘛 沒有邀請的都是你美國反對的國家 那你製造的敵人太多了 像中東的國家 中東地區的那一些酋長國 怎麼被邀請 那得罪一大票人 拉丁美洲 因為 因為拜登有幾個指標 自由 民主 人權 跟反貪腐 四個指標嘛 那四個指標裡面 有貪腐的國家的人 如果被邀請的話 那這個可以被罷產了 他這次有邀請菲律賓 可是菲律賓本身在杜特地執政的時候 被美國跟歐洲國家攻擊最深的 就是他違反人權 那因為他對毒販就是立刻槍決嘛 他違反人權 而一個違反人權這麼嚴重的 被美國跟歐洲指責的杜特地的菲律賓總統 被邀請 那你想想看 我可不可以把你拿來當指標 說你自己說人權是民主峰會 你的標準之一 而你過去一直批評杜特地 是違反人權的筷子手 你竟然邀請他 那你這個民主峰會 就是一個丟臉的峰會 因為你自己 所以你是為了地緣政治 要拉攏菲律賓而拉攏 即使他違反人權 而新加坡這個國家遵守人權 而且也是民主選舉出來的 你卻說他不民主 然後因為他是一黨獨大 所以你說他不民主 所以新加坡沒有被邀請 你不覺得這個是什麼標準嗎 所以我才會說這是一場醜劇 一群小丑在那邊唱歌 跳舞的一場戲 而且變得很難看 因為然後沒有被邀請了 你非洲的國家 拉丁美洲的國家 那你是不是還有亞洲的 很多其他的國家 你是不是要跟我為地 好 那你想 我再講一個案例 它很有趣 因為他的邀請裡面是 國家元首 政府首腦 這個個人 還有企業領袖 那假設我今天邀請這個國家的 我沒有邀請這個國家的首腦來 結果邀請你的領袖 企業領袖來 然後你這個國家的企業領袖 就剛好跟政府首腦是對抗的 那我邀請你來的話 那我是這個國家的 我就對這個企業領袖 好 你這樣惹我 那他的處境該怎麼辦 所以你不覺得 美國人這個腦袋 這個腦容量 我常常在講 他到底是腦容量大 還是腦容量小 到底是很聰明 還是很愚蠢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戰略設計 坦白說他眼中只恨中國的時候 他是考慮中國 可是他的設計的目的 他認為他就是搞這個地緣政治 因為地緣政治裡面我們有一種叫做 泛主義 就是泛主義的一種 地緣政治的運作 那些人 地緣政治讀的半調子 讀的半調子 他應該當我的學生 坦白說蘇利文我應該來教教他 什麼叫做地緣政治 他讀了半調子 搞了一個泛民族主義 可是他搞了一個泛民族主義的以後 其實他又把它擴大 人權跟貪腐在裡面 這個時候他的這個就出了問題了 不單純 因為本來泛主義一定要簡單 因為它是一個民粹主義運動 例如說泛土耳杰主義 泛阿拉伯主義 泛亞洲主義 你就是要用一種很簡單的概念 這樣的情形你才能夠去用 例如說泛日耳曼主義 我們講日耳曼文的人 就團結在一起 泛法蘭西文主義 我們講法文的就團結在一起 它要很簡單 結果呢 他又貪自由 民主 人權 反貪腐 哇一加進來了以後 你就可以知道這一群人 地緣政治選那個獨通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賴教授來幫我們上 這個國際政治課 犯什麼什麼什麼主義 這是今天整個訪談當中的乾貨 大家要好好的學一學 我們的這個地緣政治學 連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蘇立文 都搞不懂的國際政治學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賴教授 也謝謝觀眾朋友 如果喜歡長期支持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要加入會員的訂閱 另外訂閱按讚分享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鈴鐺 也謝謝你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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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坐